嗨大家好,我是GreyCon 我們今天來聊聊喝飽酒的禮 大家好像會覺得說喝酒好像有很多細節 我相同講其實以前上打BST的時候 裡面的確教我滿多的產區的知識 然後還有一些視覺的知識 但是其實對於喝酒的禮 並沒有提到太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提到 所以我自己就是去念了一些書 然後總結了一些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囉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禮呢 如何婉拒對方幫你倒酒 有時候像服務生要幫你倒酒 可是你覺得你已經喝不下 或者你覺得還不需要手 其實你只要減半的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你的手輕輕的靠在背口上 這樣對方就會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不需要再幫你倒酒 接下來是如何的乾杯 乾杯的時候呢 需要先把酒舉到一根視線通告 有沒有 然後禮貌性的向左邊 右邊點頭 然後再進行乾杯 但其實要注意的是 乾杯的時候啊 要盡量避免兩個酒杯碰出非常大的聲音 發出鏘很大聲的聲音 其實在正式的場合不是那麼禮貌 通常能夠背對背對 才會是比較常在於同輩之間的聚會才會出現 如果是在頒獎或是獸宴的場合 想像某人祝賀乾杯的話 那基本上參與者會是先全體起立 然後像被祝賀的人乾杯 而被祝賀的人則是作者接受到他的乾杯 接下來呢就是如何表示不喝酒 基本上不喝酒的人呢 他只要把他空的酒杯倒放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大家知道他是不喝酒 再來呢是如何拿 不知道怎麼看 我其實看過蠻多酒打法 那基本上就是會拿在杯頸的部分 還有杯裡的部分 杯頸的部分呢你可以這樣拿 大拇指在一側 然後另外四隻手指頭在另外一側 然後這樣子 hold住你的酒杯 那還有另外一種打法是呢 就是用你的中指還有文明指去夾住杯頸 然後再用你的大拇指跟食指呢 去扣住杯頸的上方 一大拇指 接下來是如何帶我們跑酒 客人盡量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然後請夫妻人到 盡量不要把酒杯拿起來 接下來是如何晃動酒杯 基本上呢就是用你的食指還有裝酒 夾住杯頸 然後緩慢的晃動四到五四 最適合是進酒 那有重要人物出席 或是你參加一些比較重要的聚會 像是譬如說生日中年輕 或者慶祝某人結婚升官等等 可能會向某些人進酒 其實最佳的進酒時期是等菊菜上來 因為當大家都吃飽的時候 就會比較樂意接受進酒 進酒前呢 我們要確保餵客人的酒杯裡面是有酒的 它不能是空的 所以呢 這時候你可以前服務生先把大家的酒倒滿 進酒的發言呢 最好是要簡潔餓藥 不要過長 以上呢就是一些葡萄酒的小小禮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 還有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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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